郭美美事件在大陆迅速引发舆论关注的强度堪称罕见 事件已经过去10天了 这位所谓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仍然是新闻红主角 从这起事件开始 网民们就昼夜为观 依靠新浪微博和天涯论坛来围剿郭美美 让信息快速的交流和演进 使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中国红十字会28号下午召开媒体通报会 常务副会长王伟明确表示 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 也没有设商业总经理的职位 更没有郭美美这个人 那么郭美美究竟是何许人呢 大陆天涯论坛网友说 用了将近65个小时 终于搜出了郭美美的身份证号 更发力刨出了两个核心名字 郭登峰和王军 其中郭登峰是郭美美的母亲 拥有数亿资产 但却拥有经济试用房 而郭美美的一辆 在深圳上户的黄色蓝箔基尼车 登记在一个名叫王军的深圳人名下 巧合的是 现任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的名字 也叫王军 兼职红十字会主席 不过王军和郭美美是什么关系 还不得而知 由此 网络上对这个事件的热度 更加沸腾的无以复加 当真相就要呼之欲出之时 网友发现幕后神秘力量出手了 天涯被和谐 相关贴子只要一出来就被删 而新浪微博涉及相关话题也被消失 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的另一个主角 中国红十字会 也在网民和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下 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6月27号 大陆国家审计署发布了 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财政审计结果 审计结果表明 不符合财政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 219.71万元 2010年度超标采购420.33万元 南方都市报的社论将郭美美事件形容为 真相焦虑与信息遮蔽的一场拉锯 社论说 人们关心并追逐真相 但更在意真相背后的利益遗云 郭美美事件与社会公共资源之间的纠缠 需要进行不留情面的彻查 每个人都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去挖掘中共的腐败和仇恶的东西 都在中国互联网曝光 这个力量可以继续发挥下去的话 中国和埃及一样 颜色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 中国的网民会又好互联网 会继续进行民进行民进行的力量 会成为巨大的如何阻挡的潮流 将把中共告证结束它 28号红十字会表示 已经对郭美美以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为由 向公安机构报案 并且已经立案 事件的真相真的会水落石出吗 可求真相的网民们 甚至开始了网络造句来讥讽说笑 如 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 没心情上班 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 没心情吃饭 没心情逛街 没心情结婚 各种没心情轮番登场 不过 面对红十字会的多番声明解释 不少网民的态度是 没心情听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静 孙莹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周杨 文字幕志愿者周杨